保護不了我的小孩 我一直在我的學校是 應該是很安全的地方 導師你在做什麼 當這個巴掌下去的時候 導師大概就在一公尺的位置 你怎麼看不到 心很痛 周大哽咽 眼角泛淚 而是在學校與同學 發生爭執糾紛 想不到遭對方家長闖進校園 閃耳光 打1999程度新北市教育 也在投訴新北市的陳情性下 我非常不能夠理解的是 將近這一個月來 我得到的回覆是 竟然已經被教育局結案 老師漠視暴力產生的行為 暴力不要再發生在校園 尤其是在老師的眼皮子底下 居然發生了這種事情 這樣質疑校方放任外部人士 進學校洞私刑 三二三號男同學家長 晚上九點多接老師電話 表示小朋友之間有糾紛 請家長隔天到校說明 但男同學家長當天有事 無法到場 只有對方家長到校 還出手大人 而老師則全程漠視 過期事發經過之後 即一規定進行校案通報 召開家長協調會 行政調查會議 以及校室會議 確定成案後 召開調查小組會議 目前盡待調查報告 校室會議調查處理中 旁老師卻有違反 相關法令規定情形 與調查署時候 將請學校 依規定禁送相關會議審議 最安全的學校卻出現 私刑暴力 家長不能接受 決定尋求法律途徑 記者 黃文傑 童英雄報導 立刻下載 近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